诶 你有整天去KL 吹水战吹水 你不闲呢咪? yo 大家好 我是郑冰燕 受到多元社会 不同籍贯人士的相互影响 马来西亚华人在说中文的时候 都会混入很多的方言 马来语或者是英语 也自创了很多的新词汇 今天我就要教大家 如何使用正确的汉语拼音 来朗读马来西亚的本土华语 马来西亚发音 有这么你一个人去改改 我觉得 好的 正确发音 yo 做么你一个人去接接没招的 马来西亚发音 高力了 妈咪把我的玩具含巴烂丢掉 丢 正确发音 高力咯 妈妈把我的玩具含巴烂丢掉 含巴烂丢掉 马来西亚发音 哇老爷你可以点不点吗 正确发音 哇老爷 你可以点一点吗 马来西亚发音 哎呦你这么大没有穿底裤出门 你不会下水的咩 正确发音 耶你这么大没有穿底裤出门 你不会下衰的咩 马来西亚发音 我给你炸到 不会开车就学人家割车 现在大条了咯 正确发音 我给你炸到 不会开车就学人割车 现在大条了咯 马来西亚发音 哎呦最近的天气真的是热到 正确发音 哎呦最近的天气真的够力热到 马来西亚发音 哎呦我的车突然间死火了 真的很阳功咧 正确发音 哎呦我的车突然死火了 真的很阴功 马来西亚发音 哎呦你整天去KL吹水站吹水 你不闲了吗 正确发音 哎呦你整天去KL吹水站吹水 你不闲了咩 马来西亚发音 那个安哥啊 真的是卡纳赛啊 唱歌西北难听啊 正确发音 那个安哥啊 真的是绝弱石 绝弱石 唱歌史博难听啊 马来西亚发音 我真的很backtrack 为什么我的subscriber 这样少 正确发音 我真的很逼测 为什么我的subscriber 这样少 当然以上都是在开玩笑 只是在逗大家开心 日常生活当中 马来西亚华人 不会用这么标准的这个方式来说话 但是学习标准的华语 还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不同地区的华人 就难以沟通 也难以表达准确的意思 喜欢的话就记得帮我分享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有任何的意见 都欢迎你到底下留言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